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 位于卡塔海台附近 隐藏在社区里面的一套稀缺超级豪宅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明里 今天的这套海景别墅呢 是位于卡塔海滩卡塔曼的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我们非常熟悉 在视频中也给大家展示过几套 原以为啊都是这种泰式别墅 直到今天的这一套颠覆了我们对这个社区的想象 这套别墅呢原欧洲业主他自己设计建造的 从建筑材质的品质上还有空间设计 还有功能布局上完全达到顶级豪宅的标准 再加上他非常稀缺近海的这种毫无遮挡的海景 他占地呢共2500平方三层六个卧室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从头参观一下 那这套别墅呢位于整个社区的最领海的这一边 这个别墅有一个特点 因为它巨大的占地2500平方的占地 它这个占地呢是面宽巨宽 所以整个别墅共有三个入户 我左手边那边呢是车库入户门 我身后这个是大厅入户 然后右手边那边呢还有一个花园入户 共有三个入户门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从它这一个正式的入户门 这里带大家来参观 这个别墅呢是共有三层的 打开这个门进来呢 我先讲解一下它第一层的这个布局 它是按照地势而建 第一层呢主要是一个一个入户 这个是入户厅 右手边一个卧室 左手边一个卧室 这是这一层的布局 这一层呢因为啊正在进行简单的装修 所以呢细节我们就不讲解了 大概带大家来看一下 咱们先看这个一层入户厅 右手边的这个房间 房间进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格局呢 这个左手边这边是一个卫生间 继续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这里呢就是整个的卧室空间 这个房子我们说的是原业主啊 他自己设计建造 并且为自己家人居住的一个房子 所有的布局是完全自己的生活需求来安置的 并且呢这个房子也从来没有出租过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客房 但是这个客房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里面这些家具我们基本上看一下 因为今天装修覆盖起来了 这边这个客房呢 它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小泳池的 所以通过这扇门走出来 你看这边有一个独立的小泳池 还有一个这样的小阳台 在这个阳台上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海景 它看到的是卡塔海滩的景色 楼上这间客房参观完 咱们继续往前走 咱们回到入户厅 这个小厅的继续往这边呢有一个错层 下来楼梯像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小续厅的一个部分 也是从车库进来入户小门进来的 这样一个小闲街小厅 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电梯 这边有一个电梯房 那这个地方呢是旋转楼梯 是通楼下的 那左手边呢还有一间小客房 我们就不进去了 空间给大家展示一下 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 水魔石台地面的旋转楼梯 到楼下来展示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铁翼雕花 佛兰的这个旋转楼梯呢 你能够看出整个别墅 它的定位 所以豪宅的这样一个标准 这一层呢 说一下它的布局 这一层才是主要的生活空间 在这一层呢 有客厅 餐厅 书房 以及一个大的主卧 健身房 那么我们就按顺序来参观一下 楼梯下来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玄关一幅画的这样展示 咱们先往前走 你会发现它这个水系啊 这个院子水系是环绕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也是能看到水 继续往前走呢 这里啊就是来到了整个别墅的一个客厅空间 我们一开始给大家讲过 那这个房子啊 颠覆楼对卡特曼塔社区的一个认知 因为这个房子 你进来之后 像这么这样宽敞 高空间的这个客厅 非常的少见 所以这个房子是 应该是业主自己设计 然后按自己的要求建造的 这个空间呢 你看它一圈的这个超大的这个圆柱 加上这种高的挑高顶 你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空间感 还有它的一个品质 那整个这个客厅呢 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它不仅仅是特别通透 它没有多少这个完全封闭起来的 这感觉呢 就是到处四面全都是通透的 要不然是玻璃门 要不是敞开的空间 所以格外的通透 那它现在的布置的情况 就是你所见到的 有这种布衣沙发 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这个茶几 然后呢前面特别好 前面它这个客厅是延伸出去的 这是室内部分 室外部分更加美 咱们一会儿看 我们先继续往前走 那么客厅看完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边呢通过这样一个推拉门 隔开了两个不同的功能 那这边呢就来到了一个餐厅区域 我们来到餐厅区域 我们来看一下 依然是非常非常挑高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餐桌的设计 非常的大 其实完全是一个椭圆性 能够容纳食人同时就餐的一个巨大餐桌 整个餐厅呢 它的装饰呢 比较简约 大起一个巨幅的这种艺术化 特别有这种氛围感 整个餐厅的优点 前面也是延伸出去的 我们开完厨房再带大家出去 我们先来看 左手边这边 这边从餐厅到真正的厨房 这里有一个衔接的一个巨厅 这里放了一个小圆桌 然后这边呢 还有这个餐边柜的这个玄关架 还有装饰化 这个小厅的这个具体的作用 我现在还不知道主人怎么安排的 估计也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我们再往这边来 再往这边来呢 就是到了一个厨房具 那整个厨房具 它特点呢 它就没有前面的那种高挑厅了 这个地方的这个层高 是有一点点矮的 但它就是厨房的功能嘛 这边呢 靠墙 从地到顶 全部满满的一排的这个橱柜 和这个橱具 还有这种酒柜 然后这边的这个巨大的导台 真的是我们在这个豪宅别墅所见过的一个这么大的尺寸的 你看它这个非常的全啊 烤肉的 扁丝卤的这些啊 应有尽有 那个厨房也不多介绍 因为像这样的豪宅它是一定会配厨师工作人员的 那么倒台的这一侧呢也是一一圈的这个八凳 那作为早餐台 作为吧台都可以 那我右手边的另一部分啊 跟大家讲一下 就我右手边这一部分 还有一个专业的工业化厨房 带大家来看一下吧 这边 这前面有一个放酒柜的 整个一个空间放了个酒柜 然后这边呢 这个就是正式的专业的工业化厨房 那专业的厨师是在这里工作 所以整个好歹满足啊 开演会的这种标准的一个配置 那这个整个去到楼下 这个其实这一块整个区啊 都是工作人员 还有保姆房啊 生活工作的一个区间 好 这个我们再回到客厅 咱们从餐厅过来延续过来 你会发现这个房子的设计 真的是非常的合理 它这个顶是完全延伸出来 它把室内空间呀 也无限的延伸到了室外 这一块的虽然是叫半室外 半室内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室内的餐厅有了 这里呢就是室外的餐厅 这里换了一个圆桌 还有辅助的一些餐桌等等 那室外的旧餐区我们再往前走 这个地方呢就是室内的客厅 延续过来的室外的客厅部分 有休闲的沙发 因为它这里设计非常的合理 离海又近海风吹过来 上面还有这个吊扇 所以呢在浦宜岛最热的这个月份 这里也非常的凉爽 那么这个区往前呢 就是这个别墅的一个超大泳池 泳池的尺寸呢 是达到这个豪宅的标准 接近18米这样长的一个泳池 泳池前面还有一个休闲区 再往前就是看到了非常美的海景了 那从这个房子看出去的海景啊 是我是觉得在这个社区里 真的是不可多见这么完美的海景 有山有海 并且特别近 就是海滩上的游客都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是精彩的这种海景 现在我们来到这一部分 大家看我右手边这边呢 就是我们刚才进客厅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客厅啊 一圈环绕的这些个水系 这个呢也可以作为儿童 以细水区也可以作为这个水系都可以 那这个的设计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再说一下这一半的一个布局呢 就是卧室健身房加图书馆 我们进来带大家看一看 从这个门进来的身后呢 就是这一层的一个主卧 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一间主卧 这个主卧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整个主卧有两部分组成 左手边是卧房区域 右手边是这个衣帽间和卫生间区 这两边一样大 分不清哪边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先看右边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这边到底有多大 我们现在进来这一边 右手边是单独的马桶间 两个左右对称两个马桶间 再往前走 右手边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 特别专业多功能的一个布鲁式衣帽间 专门的这各种格架 各种衣柜区域这样的 特别专业的一个衣帽间 好我们出来右手边 大理石的洗手台 左手边独立的浴缸 浴缸看出去的这个整个花园的景色 非常的好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走这里是淋浴间 所以你看到这么大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只是整个这个主卧的一个卫生间 咱们继续看卧室空间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进入卧房之前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从这儿呢 它还有一个小阳台 为什么它设置了这样一个小阳台 跟大家说的是 从阳台看到这些花园 这些楼梯 这些草坪 全都是这个房子里的花园 整个花园的面积1000平方 好我们现在要正式进入到卧室 进来之后 这个卧室呢 它是成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肯定也是根据地势这样来建的 面积真的是非常大 同时呢 你看这个调高顶 特别的高 空间特别的大 然后它这个床的放置 这个床并不是横平素质 它是这样斜的 大概30度这样一个放的 这样一个床 欧美人的这个观念 跟咱们还是不一样的 你看他们就是按照整个房间的规则 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 然后床这一侧呢又有这个布衣的一个沙发 因为空间太大了 所以它怎么搭配都行 然后在这个边呢 还放了一个写字台 再往前走 还有空间 所以就放了休闲的这个躺椅 也有电视机 那这个卧室有一个优点 特殊的地方就是它也连接了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呢 就是小路台呢 是专属于这个主卧的 那这个地方也是延伸出来的 所以在这里又放置了户外的一个座椅 从这里看景色非常的好 这个一来到阳台上 风呢就吹过来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房子能看出的海景到底什么样的 今天天气也不错 它能够看到从浅到深渐变的 这个非常好的海水 然后再往前延伸过去 是一望无际安达曼海的 这种壮阔的海景景观 还有山景的景观 所以这个卧室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好 卧室看完 咱们第一层还没有完 继续走 出来卧室 我们沿的这个走廊 继续往前走 你看这个走廊 它是有景观的 这边墙上有艺术化装饰 这边一打开就能看到 水系的一个设计 继续往前 右边图书馆 左边咱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边呢 是一个这个娱乐空间 中间呢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休息室 然后右手边这边 进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稍稍 有点专业的一个健身房 各种健身器材 这些都有 我们再往前走啊 出来健身房 往前走 出来这个休息间 你会发现这里连接了一个侧院 整个侧院呢 也有这个放了这样想要休闲区域 这个整个侧院往左边延伸 刚才说过全都是这个房子的花园 它是阶梯形状 不同的这个层次下来的 那这个部分1000多平方 你完全可以 请设计师再盖一些房间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像这样保留整个花园景观 好 我们继续回到室内 那这个房间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图书馆 或者是啊 办公室都可以 因为它靠墙 这里啊 整面墙的一个书架 然后还有舒适的这个布衣沙发啊 在这里随便买本书 坐在沙发上来看 就可以享受一个安静的一个下午 这是整个家庭阅读的这样一个空间 还有这个办公桌呀打印机等等办公设备 整个图书馆看出去的前面自己的水系 再往前庭院的泳池 再往前是海 海那边是山 所以这个图书馆的景色也非常的美 那整个这一层 中间这一层的这个布局呀 空间介绍完了 咱们现在向最下一层 最下一层主要是卧室 我们现在呢就下到了最下面这一层 下面这一层呢 布局非常简单 大家说一下 我身后一字排盖 右手边呢是三个卧室 在我前面这边呢 又有一个小门通花园的 大家不要被左边的这个镜子所迷惑 这仅仅是个镜子并不是门 好我们先来看右手边的第一个房间 这第一个房间呢是稍微有点曲折 我们先进来之后 要经过一个长堂的走廊 这个走廊啊 它放了闭灯 放了这个玄关桌 再往前 又是一个走廊 为什么要两道门 再往前 三道门 我天哪 这样这个卧室有点复杂 再往里 还要拐一个弯 这里才算是进到卧室了 再往前 这里呢是 它的一个卫生间 这个领域空间非常好 我们呀 会有发现 所有的房子里 只要卫生间是全名的 感觉就不错 这个不仅仅是全名的 还是在海景呢 是海景卫生间 卫生间拥有自己的阳台 独立的浴缸 这个洗手台 这些 这是这种奢侈的海景卫生间 继续往前走 走过了三道门 拐了两个弯 最终来到了这个卧室空间 那这个卧室空间 跟前面相比 就显得没有那么惊艳了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放了双人大床 然后这边呢 还放了一个小小的写字台 这边还有这个 布衣的白色的沙发 那这边呢 又有一个门通花园的 所以这个景观通花园非常方便 这个方向是看海景的 这个方向看海景 但是因为它是最下面一层 有这个墙的折挡 有树的折挡 海景没有上面好 但是依然还是很美的 这是第一个卧室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 我们出来第一间卧室 这隔壁就是第二间 我们进来看一下 第二间有什么不一样 那这第二间就简单多了 进来我们就能一目了然 看到它的结构 进来之后 这也是一个悬光桌 那左手边这边呢 是一个可开放 可封闭的这样一个卫生间 它这个设计挺好的 你喜欢开放的 你就把门全部打开 你不喜欢开放的 你就把门关上 就变成封闭式的了 夭折的一个卫生间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往这个地方来呢 会发现床是一样的 客房的床都是这种软包的 高的这种床 那沙发也是都是同样的白色 不宜沙发 这些配置都一样 那这个房间也是非常好 也是有个阳台 这个阳台就不一样了 刚才那个是墙 那这个是玻璃栏杆 那玻璃栏杆呢 折挡不了海景 所以这个房间的景色 会更好一些 第二个看完 我们继续 从第二个房间出来呢 我们又要穿长长的走廊了 终于来到了这个第三间 我们现在进来这间卧室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间进来呢 这个布局呢 好像跟第二间一样 它只是对称了 右手边是可开放 可封闭的卫生间 有独立一缸 有零一间这样的 那这个房子有一些不同 是你会发现这里 还有一个门 通另外一个 就是可以作为家庭房 我们进来看啊 这边呢 放了两条单人床 好像如果作为家庭房 那这边呢 可以是孩子居住的一个空间 那这边的配置也都有 有沙发 有行李台 然后后面有这种阳台 能看到很好的海景 那我们通过这扇门呢 来看一下另外 这个作为家庭房 非常的方便 孩子在这个房间 那么父母呢 就在这个房间 他这个门 你会发现它是双层的 不是只有单层 双层的门 这个穿过来以后 也是标准的客房的一个配置 就是这个床呢 换成了双人大床 基本的配置都有 卫生间的配置 跟刚才一样 就不多讲了 那么这边呢 依然也是能够看海景的 这个玻璃栏杆的一个阳台 那这个整个特殊的地方 它是两个通在一起 作为一个家庭房 就两个房间在一起 那么整个这一层的 一共四个房间 带大家参观完 咱们继续走 继续走 我说一下哈 从这里上楼梯呢 咱们就进入到了这个工作人员 工作的区域 那么从这个别墅的外观上 有个像碉堡一样的 那个部分 是专门工作人员 阿姨厨师工作人员 工作和生活的一个地方 那基本上这个房呢 就带大家参观完了 那我直接说一下 这个房子的几个特点 第一位置好 距离卡大海 它非常的近 几分钟步行就可以到 第二个呢 这个房子的海景 真的是非常好 有山有海 毫无折挡 近海景观 第三个呢 这个房子占地面积非常大 2500平方 有1000平方米的花园 你可以自己在家间 也可以保留 第四那个 这个房子的建筑品质 非常好 看出原业主用心建造的 那第五个 这个房子呢 呃 它自己没有出租过 但是它邻居出租的数据 给大家参考一下 一年的租金收入 1400万泰租 所以这个地方 卡塔本来就是 深受游客欢迎的地方 这个房子用来做 租租的收益率 也是非常好的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 这个房子肯定不会 近善近美 那么它有些房间的结构呢 可能有些需要小小改善 提升的地方 这个房子的售价呢 是520万美金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可以尽快的跟我们联系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